同学们好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一下神经传导通路 在讲神经传导通路 首先要搞清几个概念 首先我们要搞清什么是神经传导通路呢 我们从一个图大家看一下 比如这是一个头部 我们知道炉腔里边 容纳的高级中枢是脑髓 这是左右大脑半球 小脑 脑干 这我们已经讲过了 传导通路大家这样去理解 首先我们人体内有很多的感受器 比如有效应器产生运动效应的 还有感受器产生感觉的 它们和大脑皮子都有一个神经联系 那么中央前回到效应器 我们把脑皮层与感受器效应器之间的联络通路 叫做神经传导通路 那么既然有两个联系通路 从传导方向上 我们可以看出感觉传导通路 是不是像脑皮层与传导 运动传导通路到效应器 所以又分成上行的和下行的两部分 上行的我们就叫感觉传导通路 下行的叫运动传导通路 先把这个概念理解了 第二个大家要知道 我们人体的感觉有哪些种类呢 感觉的种类 我们把它分为两类 一个是特殊感觉 还有一类呢 叫一般感觉 我们先看特殊感觉包括什么呢 光觉 声觉 味觉 嗅觉 内脏感觉 平衡觉 这都属于特殊感觉 那么这节课大家重点要理解 一般感觉包括什么 一般感觉包括有前感觉 还有一种叫深感觉 我们看一下 前感觉啊 它的感受器位于哪呢 位于皮肤和黏膜 感受器在这两个部位 说传导的感觉叫前感觉 如果感受器在关节 肌肉 肌腱上 所传导的感觉 就叫深感觉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 比如 患者来了以后啊 我们做一个实验 看看他前感觉有没有问题 用一个热水杯 接触皮肤 大家想正常人能不能感受是冷水热水啊 这叫温热觉 温热觉 是刺激皮肤 叫浅不感觉 我们用大头丁 刺激皮肤 是不是有痛觉 这也属于前感觉 用一个毛刷 接触皮肤 感到痒 这是不是叫除觉 这个叫粗略除觉 除觉啊 分为两种 这个叫粗略的 还有一种除觉 比如 你在患者的背部 用一个化硅 来接触他的皮肤 正常人知不知道几个尖 扎你皮肤 能不能知道 这叫两点尖 距离辨别觉 它也属于除觉的一种 也是除觉一种 那么这个除觉和这个除觉 一样不一样 毛刷刺激皮肤 你能不能知道多少根毛 不可能 所以是粗略大概的 这个是精确的 两点之间 距离多少 你都能判断出来 所以除觉 大家记住 有个精细除觉 还有一个粗略的除觉 除觉 都属于前感觉 还有一个除觉 就是给你一个 比如给你一个食物 当然 让患者是不是得闭省眼睛 给你一个东西 然后让患者触摸 给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给你一个钢笔 你触摸的时候 能不能正常人判断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可以吧 这叫实体觉 它也属于精细除觉 也属于精细除觉 所以在除觉里边 大家记住 有精细 有粗略 其他的就是温热觉 痛觉 温热觉 痛觉 还有亚觉 用手压迫你 任何一个部位 你都能知道亚在哪 这叫亚觉 这些都属于浅部感觉 什么是深部感觉 临床怎么检查呢 深部感觉 首先 把患者眼睛的蒙上 让患者坐在凳子上 医生呢 把他的另一条腿 比如给他搬到这个位置 正常人知不知道这个膝盖 顶到这个腿什么位置 可以知道吧 这叫未知觉 或者说医生 把他的手臂 你给他抬起来 让他判断 现在手是高于头 还是低于头呢 这个也叫未知觉 所以未知觉 他刺激的感受器 是关节 属于深感觉的一种 还有一个是运动觉 患者闭上眼睛以后 医生你搬他的手指 向背侧 还是向腹侧 正常人知不知道 这个叫运动觉 也属于深感觉 还有一个是震颤觉 什么叫震颤觉呢 用一个音叉 敲打完以后 接触你的关节的部位 也好 机体的硬核一个部位 也好 是不是感到震动啊 这叫震动觉 这三个实际是检查 什么感觉呢 深感觉 所以感觉的种类 大家的大体上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第一节课 给大家讲一下感觉传导通路 感觉传导通路 第一个我们就提一下躯干 感觉和四肢 本体感觉 本体感觉就是深感觉 和精细处觉 它的传导通路 这里解释一下 本体感实际就是我们说的深感觉 但是精细处觉 大家说是浅感觉还是深感觉 浅感觉 只是它和它在一个道走 把它俩并到一起 不等于精细处觉 就是深感觉 那么我们要了解几个问题呢 感觉的传导都是三级森精元完成 森精元的链锁是三级 我们首先要看三级森精元的抛体 它的部位都在哪 那我们看第一级森精元 第一级 神森精元 它的位置在几身精节内 抛体在几身精节内 几身精节内在几身精我们讲了 是后跟的一个膨大 我们叫几身精节 那么我们再看它的第二级森精元 第二级森精元 在薄树核和歇数核 薄歇数核 在讲燕水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 有四个包 包里的生面 一对是薄核核 一对是歇数核 那么它的第三级森精元呢 在秋脑腑后外侧核 秋脑腑后外侧核 三个森精元的位置 搞清楚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它的传导途径 传导途径 我们从挂图上大家看一眼 我们看这个图啊 它展示的就是一个 躯干四肢的本体感觉和精细处觉的传导 大家看第一级森精元 抛体在这 几身精节里 进到脊髓以后呢 它在脊髓的后所上升 上升到这是燕水平面 燕水有两对核 内侧的薄核 外侧歇数核 所以到这两个核 交换神经元 神经元交换完以后 立即交叉 再对撤上升 组成了一个系 我们过去已经提到了 叫内侧丘系 到了秋脑 符合外侧核 再交换一次神经元 到达中枢 到达中枢 这个图看起来不太方便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简图 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学过的 大脑半球 半球尖列 这是倒叶 捏叶 这是片子体 中间间隙是第三脑室 这个表示秋脑 两侧的这个是豆状核 下边葫芦状的这个表示脑干 把它缩短一下 这个表示脊髓 从这个图上大家看怎么走的 怎么走的 我们再画一个脊髓的断面 放大一下 扁圆柱状 中间蝴蝶状的是灰子 脊髓中央管 脊髓中央管 我们说第一季神经元 大家看 在脊神经节 是甲丹基神经元 进到脊髓以后 形成了两个树 内侧在后锁是薄树 外侧是歇树 由两个树开始上行 向上传导了 那么把它变成这个简图 大家看 深感觉 第一季神经元 抛体 脊神经节 进到脊髓以后 形成两个树向上传导 一个薄树 一个歇树 传导咽水的时候 和拿两个核团交换神经元 薄树核 歇树树 第二季神经元交换完以后 立即交叉到对侧 上升到丘脑 上升到丘脑 上升到丘脑以后 又交换第三个神经元 这部位Y字形的 这是内囊 通过内囊的丘脑中央辐射 然后到达感觉中枢 下面我们再详细说一下 首先说这两个树的名字 一个薄树 一个歇树 就这个 这个叫歇树 这个叫薄树 在燕随交叉以后 交叉的这个显微 有个名字 叫丘系交叉 交叉以后上行的这个树 叫内侧丘系 到达丘脑府后外侧树 然后呢 这个区域是内囊区 大家说 投射到中枢 感觉的中枢 应该在哪 我们讲过了 是不是有中央后回 中央后回记住 是上三分之二 下三分之一管头部的 这个是躯干和四肢 投射到上三分之二 另外我们看 半球尖列里边 进来的这个 是旁中央小叶 旁中央小叶的后份 这块是旁中央小叶 小叶的后份 这是感觉的最高最中枢 那么从这个简图上 我们归纳一下 传导的要点 大家要记住几点呢 第一点 显微在脊髓的哪个锁上升 这是什么锁 后锁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显微在脊髓后锁上升 这点要记住 脊髓后锁要有病变 深感觉传导障碍 第二个 大家说 整个这个传导的交叉点在哪呢 在厌随 所以第二个 显微在厌随 交叉 交叉点记住 厌随以上 硬核部位有病变 表现是对侧 深感觉障碍 厌随以下 也就是脊髓的病变 表现是同侧 深感觉障碍 第三点大家要记住 显微经过内囊 记住 这么三个要点 那我们可以假设 如果内囊有病变了 我们看 深感觉和精细处觉的障碍 是不是表现对侧半身 是不是表现对侧半身 如果它是脊髓又病变了 一半又病变了 表现是不是同侧 所以把交叉点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 感觉的传导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再提一下 躯干 四肢 浅步感觉 也就是痛觉 温热觉 亚觉 和初处觉 它的传导通路 也分三个层次 首先看抛体 抛体的部位在哪 第一级神经元的抛体 还是几身经节 我们这样记一下 第一级是几身经 解内 第二级是几随 后脚 故有和 第二级神经元的抛体 第三级神经元的抛体 应该是在秋脑 抚后 外侧核 秋脑抚后 外侧核 那么第二个 我们看它的途径 怎么传递呢 也从一个简图上 大家看一下 半球 粘液 半球尖链 片子体 第三脑是 球脑 豆状盒 脑盖 下边是几随 下面我们也画一个几随的断面 我们看第一级神经元 抛体在几身经节 然后进入脊随 到后脚 到后脚以后交换的这级神经元 就是第二级神经元了 在后脚固有和 然后通过白子前连核 到这形成一个树 还有一个到外厕所 又形成一个树 这两个树开始往上走了 这是过去我们学过的 大家回忆一下 这两个树什么呢 这个就是几随秋脑前树 几随秋脑侧树 两个树 我们从重型这个图上 大家再看一下 几身经节 进到几随以后 交换神经元 交换的神经元 上升一到两个阶段 立即交叉到对侧 然后奔哪儿去了 奔秋脑去了 秋脑腑后外侧核 到秋脑以后 又交换神经元 通过秋脑中央辐射 通过内囊 投射到感觉区 这和方才这一样 一个是中央后回上三分阵 旁中央小叶的后份 到中枢去了 到中枢去 那么这个图 我们总结一下 它的传导要点 大家要掌握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显微进几随以后 立即交叉 显微进入几随 立即交叉到对侧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呢 大家要知道 显微在几随 哪个所内上升呢 是不是两个啊 在几随的前 撤 两个所内上升 第三个 显微经不经过内囊啊 也经过内囊 所以内囊一损伤 除了方才我们说了 有深感觉障碍以外 对侧半身 是不是还有前感觉障碍啊 那么如果要是 脊髓一半损伤了呢 大家看 脊髓一半要损伤了 表现着前感觉障碍 因为它近几随就交叉了 已经交叉过了 是不是表现在对侧 但是要从这图来看呢 脊髓一半要损伤 是不是同轻深感觉障碍 就出现深感觉 前感觉是个分离现象 这时候病变肯定在挤随 不用往别的地方去考虑了 所以交叉点一定要记住 交叉点一定要记住 第三个 我们看一下头面部 前感觉 它的传导通路 我们也分三个内容 首先看抛体的位置 头面部大家知道 是通过三叉神经 我们已经过去提到了 头面部三叉神经 管理三个区 不知道大家忘没忘 三叉神经第一支 管理鼻背 眼链以上额顶部的 这个皮肤感觉 这是第一支 第二支是口链与眼链 之间的皮肤 第三支 捏步 下颌 那么它通过三大支 进行传递 我们看一下它的图 第一支眼神经 第二支上颌神经 第三支下颌神经 然后进入脑桥 脑桥再往上 这是中脑 整个我们画的 这是脑干 脑干 脑干再往上呢 我们就是把方才 在那个图 等于放大了 这块还是大脑 那么我们简单画一下 丘脑 外侧是豆磚盒 中间这两个是内囊 上面就不画了 我们看它怎么走呢 首先我们看 它的浅步感觉 包括痛温 除压 首先看除压觉 每个神经里面 都有一个除压觉的显微 然后抛体 在三叉神经 半月节内 中央图 进入脑干 进入脑干以后 大家知道 脑干有三叉神经的感觉核 很长很长的一个核团 它分为中脑核 脑桥核 几树核 那么这个神经呢 就到达了脑桥核 交换神经元 立即交叉到对侧 奔哪去了 奔求脑 在这再交换 通过窮脑中央辐射 到哪去呢 一会儿我再说 它就往下来了 因为头面部 管理下三门之一 中央后回下三门之一 这是一个感觉 除压觉 还有一个感觉 我换一个颜色 痛温觉 抛体也在这 它进入脑桥以后 向下组成三叉神经几树 然后到达三叉神经几树核 到几树核以后 交换神经元 立即交换到对侧 又开始上升 到秋脑 到秋脑 那么大家看 这两个数加在一起 叫三叉秋系 包括通温觉和除压觉 然后到达中书 中书呢 我们应该标上点 这应该是中央后回 中央后回 下三分之一 下三分之一 传导头面部的感觉 那么第二个 这是我们提到的途径 目的是为了总结 它的传导要点 记住几根要点呢 第一个 大家要记住 通过什么神经传进来的 所以显微通过三叉神经 传入 所以三叉神经 如果出现毛病 那么这个感觉传导 就中断了 第二个 显微进入脑干以后 立即交叉 显微进入脑干 立即交叉 到对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还是共性的 通过不通过内囊啊 显微 它要经过内囊 大家总结这么三个要点 三个要点 以上呢 我们是把感觉传导 一些主要的传导录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么这节课呢 大家重点的要记住 传导要点 传导要点 这样呢 便于我们在损伤的时候 来分析各种病例 好 这节课到这 下次课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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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